Bismillah w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a ba'd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 愿平安 Allah的人词与其庆在大家之上 欢迎大家收听山静的每日复兴系列 翻译自Sheikh Ali Hamouda The Daily Revival 其中的第四十集 也是最后一集 遗嘱 治疗患病的心灵最有效的药方之一就是长期死亡 长期死亡会增强一个人崇拜 Allah的动力 帮助他应对生活中的种种考验 让他认清向死而生的大局 Aldaqaq rahmatullah曾说 man akthara zikra al-mawti akramahu allahu bithalaf bita'jili tawbah wa qana'ati fil qalb wa nashat fi l'ibad 长期死亡的人 Allah会让他荣获三样事物 瞬节的忏悔 内心的满足 对崇拜的热情 而疏忽死亡的人将会遭受三样祸患 拖延的忏悔 内心的不满 对崇拜的懒惰 由于这一药方的非凡效果 我们的前辈们曾利用各种技巧 防止自己忘记它 比如说他们会频繁地油焚 这也是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的建议 而在每日复兴系列之前 有一集专门讨论了这个孙纳 上坟的孙纳 有些人会在戒指上刻字来提醒自己 比如说 就在自己的戒指上刻上了 死亡足为劝戒 有些人甚至在地板下挖了一个小坑 每当他们感到过度被金石生活所诱惑时 就会在那地洞里躺一阵 提醒自己金石生活的结局 还有些人根据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的教导 尽早地写好了遗嘱 所以哈利哈穆达说 我以复兴这一项被人们广为忽视的功修 来结束每日复兴系列 现代人对他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说 他说一个Muslim如果有任何可立遗嘱之事 一些财产 而能够安然地度过两夜 那么立下遗嘱却是他的义务 也就是说只要他有能够安居两夜的 值得立遗嘱的财富 那么他就应该为之而立下遗嘱 这则传述的传述人 Ibn Umar 评论说 自从我听到 我每夜都会立遗嘱 或者每夜都会更新自己的遗嘱 有时死亡感觉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 而这一态度是我们犯下绝大多数罪行的根本原因 因此立遗嘱的好处不仅限于复兴这个顺难和保护权益等等 他对于一个Muslim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生活俘虏了你 读一读你的遗嘱 当你读到这样清洗我 这个帮埋葬我 帮我做这件事 刹那间死亡变得很真实 下面附上了一个伊斯兰遗嘱的范本 你可以参考它来开头 以便更容易地进行这一工作 其中的内容 当然需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进行修改 当你完成后 让一个专业学习伊斯兰知识的求学者帮你校对一遍 并考虑找一位律师过目 让他具有法律效应 祈求Allah 饶恕我们的罪行 让我们的死亡变得容易 让我们在最终与他会见的那一天 能够是所有人当中最幸福的 Ameen 这个范本 大家阅读文字版的效果会更好 但是我还是读一读 以便提供一些便利 首先要写 以阿拉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于他 祈求他自平安与极庆 于先知 Muhammad 本文是居住于地址的姓名的遗嘱 一 废除 此遗嘱废除本人之前的所有遗嘱 二 信仰声明 我作证 除了 Allah外 绝无值得崇拜的 他是独一的 致辞的 全能的主宰 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他是以brahim 穆萨 以沙 穆حمد 和阿里姆 以及所有众先知的主宰 愿主赐福他们 他独一超觉 无伴无偶 我作证 先知 Muhammad 是他的仆人与使者 众先知中的最后一位 我作证 天堂是真实的 火域是真实的 我作证 审判日是真实无疑的 Allah将复活 从始至终 所有众世代的人类 以下 是我对我的亲属与朋友 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以及所有仍然在世的人的忠告 努力做一个合格的穆斯林 顺服造物主 只崇拜他 敬畏他 热爱他和他的使者 穆حمد 超过一切 服从主宰 并紧握他的宗教 我提醒人们 任何人都不会先于 为他前定的时间而死亡 每个生命的期限 都已在出生前 就被精确的决定 死亡只有对于那些 在生命中自欺 而未曾准备归真的人 才是恶豪 所以不要因为我的死亡 而过度神伤 更因为你自己的死亡 做好准备 请坚忍 并自持 正如伊斯兰所要求的那样 伊斯兰允许男女亲属 悼念至多三天 亡人的妻子 则需要完成待婚期 嚎啕大哭 过度的哀嚎 是造物主所禁止的 我请求我的亲人 朋友 以及其他人尊重我的信仰 无论他们与我信仰相同与否 我请求他们尊重 我在本文中记录的要求和愿望 不要以任何方式篡改或阻碍 希望他们确保我 以要求的方式被埋葬 并且以我所希望的方式 分配遗产 三 葬礼医院 我请求那些见证 我的临终时刻的人 提醒我念作证言 我委托我的遗嘱执行人 在世亲属和朋友们 确保我的葬礼 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 所规定的方式进行 包括乌斯的大禁 病理 以及土葬等等 我着重强调 我不希望遗体经受任何尸检 请将我的遗体 在死亡后尽快下葬 如果出现法律 要求尸检的情况 我希望是通过MRI 此共认成像的方式 我希望被埋葬 在离我死亡位置 最近的穆斯林墓区 也就是肃葬 搏葬 我知道这些工作责任重大 我请求诸位 尽最大努力 在上述基础问题上 达成意见一致 四 经济事务 我请求我的债务 被立即还清 我的债务细节 记录于位置 姓名与姓名 知道我所欠债务的数额 和债权人 我委托他们 归还属于人们的权利 他们可以根据所需 授权他人援助 我请求他们 将我财产的一部分 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 用于 这里填一项 你自己所选择的事业 作为川流不息的施舍 也就是一项 持续使人受益的项目 我期盼他的回赐 能为我在坟墓中的等待 带来些许容易 其余的个人财产 按照伊斯兰遗产分配法 进行分配 我要提醒我的家人 为教法规定的一位继承人 指定任何其他份额 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先知 说继承的人 不得接受遗嘱 也就是说 如果 若安和阿 Hadith 已经明文的规定了 某一种亲属关系 所应得的遗产的份额 那么我们不应该 去更改造物主的制定 最后 我请求我的每一位家人 平凡地为我祈祷 并时不时来探访我的坟墓 我原谅每一个说过我坏话 或者以任何形式 伤害过我的穆斯林 借此 我也请求那些 我以任何形式伤害过的人 原谅我 执行人授权 我授权居住于地址的姓名 以及居住于地址的姓名 作为此遗嘱的执行人 本人于某某年签署 第一见证人签署 姓名 地址 第二见证人签署 姓名 地址 当然 这个行文只是一个sample 是一个范本 你可以在其中增加内容 也可以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去修改其中的部分内容 但是这里的精神 这个瓦斯维亚当中 所体现出的一些重要的元素 是我们可以去参考 用来写自己的遗嘱的 那么这一集的结束就标志着每日复兴系列的结束 以稍拉 我们会尽快校对完成之后 把这个四十集全部编转成一个pdf文件 以稍拉 然后有机会的话 跟大家分享 供大家回顾和文故执行 祈求拉斯盘会下来接受我们的这项工作 如果大家有从中受益 希望大家为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兄弟姐妹们 做好读啊 希望我们能够 把这些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 通过复兴和践行这些孙娜 成为更加优秀的穆斯林 获得阿拉的喜悦 获得后世的成功 Allahumma amin Jazakum la wakayra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